南门南门南门地下街的金字塔 包含了好多人的回忆 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在地下街打工的时候 汉藤哥里旁边的汉子里面好吃的特别多 肉囊烤包子 慕树树 那个时候烤包子一打出来 排队特别长 人特别多 烫烫的烤包子来行几个 里面肉也是真正的多 冬天天气冷的时候 进去一碗慕树树 一碗烫烫的薄荷茶 闻暖了我的身体 也温暖了我的心 我的好兄弟矮山江的妈妈 就在那个汉子的汉口 在卖凉粉黄面 有时候也卖两个英嘴肚 凉拌的胡萝卜色 每次夏天啊 中午我们休息吃饭的时候 都会带上两三个刚打出来的烤包子 或者一碗碗囊过去 那点上一个凉粉黄面 全部下来 又是个四块钱三块钱 吃的饱饱的 阿姨每次看我吃的特别开心 她也高兴 阿姨稍微有点胖啊 一笑起来啊 整个特别可爱 善良 淳朴 她那笑容啊 我现在也忘不了 汉藤阁里再往前走 你会看见换美元的大哥 江湖人生 钱就是玛丽 每个大哥 书房都有一塌子一塌子 各个国家的货币 那个时候 南部地下街的口子旁边 还有卖两种酸奶子 无花果 那个酸奶子啊 不是一般的酸奶子 是真正的一个酸 无花果 也是真正的甜 南门巨一网吧 也有不少人的青春回忆 那会儿那个网吧特别大 上下好几层 就在南门剧场的后面 每次去啊 啥时候去 啥时候爆满 人特别多 生意特别的好 每次最头疼的事情 就是等急着 每次最害怕的事情 就是对面的哥哥把鞋子脱掉 南门一里二十二的面费子 一酿的面费子 做的确实是一个好 这个面费子啊 金光灿灿的 味道是真叫一个香 汤的炒的都有呢 夏天的时候 几个朋友坐到一块 点上一份炒蛋 来上一点啤酒 边吃边喝哈 冬天天气冷的时候 一碗汤面费子 热热的汤 配合那个面费子 一口汤 一口面费子 那个味道啊 就是新疆老白子的味道 南门剧场门口 还有两座大大的雕像呢 一个小伙子 一个丫头子 弹着弹 跳着跳 我不知道那两座雕像 是啥时候建造的 反正从我懂事以来 就一直在呢 也陪伴我度过了我的童年 从那个南门剧场走出来 你再往前走一点啊 那个卖VCD 卖DVD 碟子那样大哥 让你走都走不掉 把你脖子搂上 实打实就给你推销呢 还有那边的哈萨克 煮风味餐厅 里面的酥油奶茶 小菜 再配合鲍萨 一顿完美的早餐 汉藤阁里 祖母绿餐厅的 丸子烤肉 拌面炒面 还有旁边的牛肉面 饺子 哎呀 那会儿那个味道 真正叫一个香 我再次回到那个店里面 点了以前一样的饭 不知道为啥 我再吃不出来 以前那个味道 和感觉了 我说个实话 就现在最好的饭 摆到我的面前 我都吃不出来味道了 我不知道为啥 就跟那个南门 大楼上面那个钟一样 他永远都不会再想了 就和我们逝去的 这些时光一样 他也一去 不会再烦了 南门 南门地下街的金字